好,看一下啊,那么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说了啊,这个静态页面的生成,以及呢,通过NGX呢,让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提供这个静态的页面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当我们说了啊,只要这个管理员通过管理页面,那么修改了我们首页用到的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这个静态页面呢,需要呢,去重新的生成。 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还有一步啊,就在这里面,后台管理员啊,这里面,假如说后台管理员通过浏览器啊,后台管理员,那么他呢,通过浏览器,那么去修改我们首页,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啊,修改。 在这里面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哎,他需要呢,他如果是修改首页,哎,首页啊,哎,使用的数据,表中的数据,OK,那么,假如说在这里面,管理员呢,通过这个扣带节管理页面,哎,他就把我们,哎, 首页使用的表里面的数据呢,把它修改了,修改的话呢,他一点击这个,后台管理页面的修改,那么一点击修改的话呢,不光,要把这个表里面的数据修改掉,我们的将购这边呢,还应该去让我们的这个, Cellery呢,去重新的去生成这个,页面啊,所以在这边,对应着就有一步,我们的这个,将购这边呢,需要向我们的Cellery呢,把这个任务呢,给他 发出去啊,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里面,管理员,后台修改,页面信息对应的表中的数据的时候,需要呢,重新生成进台页面,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啊,怎么去,什么时候去知道啊,用户在修改了,哎,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啊,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呢,跟我们的这个Jungle的面站点有关,在我的面站在里面呢,我们说啊,每一个,后台管理页面, 那么,他都会有一个,你都可以呢,给他定一个对应的模型管理类啊,那么这个模型管理类呢,需要让他继承于我们的, 我的命点,猫的命,那么在这个猫的命里面呢,有这么几个方法啊, 那么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猫的命的方法,关于猫的命的方法里面呢, 有两个啊,两个呢,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呢,就是这个, save model啊,一个呢,就是这个,delete model啊,那么,当后代管理员, 他如果呢,去添加,或者呢,去更新,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 他对应的啊,这个,模型管理类里面的,save model方法呢, 就会被,掉用,如果呢,他是删除做据的话, 他对应的模型管理类中的,这个,delete model呢,就会被,掉用啊, 就会被掉用,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两个方法内部啊, 给他加一个附加的操作,就是,让他重新的去生成这个, 首页,页面啊,首页页面,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首页现在用到的这些数据, 我们看到啊,首页用到这些数据,我是不是用到这个, index good banner,index promote banner,和index type good banner, 对吧,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呢, 在,还有这个,首页的是不是种类,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呢,就可以呢, 在后台管理页面呢,去,定义一下, 他对应的这个管理,管理类啊, 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再导入一个类,这个类呢,我导入谁呢, 我去导入我们这个,首页的这个,活动啊, 促销活动,他对应的这个类,我们改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啊,然后呢, 就在这里面,从我们的models里面,去导入我们的index promotion banner, 好,这个类,然后呢,我把它呢,去做一个注册, 就是admin.site.regest,regest谁呢,index promotion banner, 然后呢,这个类,我们呢,就可以呢, 定义一个他对应的这个管理类,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这个管理类的时候呢, 我们说通过他里面的一些属性, 你可以控制后台管理页面显示的内容, 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再定义一个叫做class, 叫做index promotion, promotion啊, 然后 banner,我叫做admin, 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说他应该继承用我们的admin点, model admin啊,然后呢,定义完之后,对吧, 这个呢,你定义完之后,比如我先写一个pass, 那么我在注册这个类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呢,把它对应的这个管理类呢, 写在这个后面,对吧, 那么你一旦写完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啊, 你在这里面写admin, 把这个写上啊,admin, 那么管理员呢, 他呢,一去修改这个类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啊, 他就会去调用这个model的命里面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save model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呢,就可以, 我们当他修改这个save model的时候, 我呢,需要呢, 让他重新的去生成这个页面, 对吧, 但是呢,我们不能去改他原代码,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呢,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方法的重写save model, 好,save model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新增, 新增啊, 或者更新, 表中的, 表中的数据时调用, 那么调用的话, 他本身这个save model, 默认的这个model的命名, save model方法, 是不是就进行数据的一个更新或者是调用, 数据的更新或者是新增, 对吧, 那么我为了不影响他之前的操作, 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直接呢, 先调用他负类的这个方法, 让他去完成这个新增或者是更新, 就是super, 然后呢, 点save model, 你需要的参数, 我这里面都有request, 然后呢, opc, 然后, 他这, 他有的参数啊, 给他都传过来, 是不是调用负类的, 对吧, 至于负类里面干了什么, 那我们不需要关心, 负类呢, 他就把这个数据呢, 给他更新或者新增了, 但是呢, 在更新完之后, 我们需要做一个附加的操作, 对吧, 哎, 附加操作呢, 就是重新, 哎, 使用啊, 使用我们的, 就是发出, 任务, 那么, 让, salary, worker, 那么, 重新, 生成我们的, 生成啊, 那么, 首页, 静态, 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我们在这边要做的,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任务发出去, 对吧, 其实呢, 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需要从我们的salary task里面, 把它导过来啊, 就是, from我们的salary tasks, 点task里面, 我们的generator static index, itml, 然后呢, 写上generator static index.itml, 点delay, 是不是就发出去了, 对吧, 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为什么我们呢, 会选择这个, 哎, salary, 让他一步帮我们生成这个任务啊, 我们说本来, 管理员, 他呢, 去修改完这个数据之后, 对吧, 他呢, 目的呢, 就修改这个数据, 假如说你要在这里面, 你写代码, 重新给他生成一遍, 那他是不是要等待你生成完成, 对吧, 你想象这个过程啊, 我在这里面, 假如说我, 我把我们的这个task里面的代码, 把它完全的拿一份, 拿到我的这个里面, 我不用这个salary生成页面的话, 那么, 你数据保存完之后, 他是不是还要执行下面代码, 执行下面代码, 那么管理员那个界面, 他是不是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管理员界面是不是就卡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一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需要呢, 去借助于我们的salary啊, 我就直接发一个任务, 你salary呢, 你帮我把这个界面的生成, 那么这个函数是不是立马就返回了, 对吧, 这是他啊, 这是savemodel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呢, 你像管理员呢, 如果呢, 他把你首页上面的某条信息给他删掉, 这个界面是不是还要变, 对吧, 所以呢, 他一删的时候呢, 注意啊, 他删除这个类里面, 对于呢, 表里面的数据, 他就会调用这个model的秘密里面呢, 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就叫deletemodel啊, 所以呢, 这个我也要给他进行一个重写, 就在这里面呢, 再来一个define, 那么deletemodel, 哎, 这是他参数, 那么这里面是删除表中的数据时啊, 删除表中的数据时, 调用, 好, 你像他怎么删的话, 哎, 我们也不需要关心, 直接呢, 去调用flet的, 哎, 方法就super, 然后呢, 点deletemodel, 传入request, 再传这个opg, 好, 关键呢, 是我们在删完之后, 是不是也是呢, 发出任务, 让savemodelete重新生成静态页面, 哎, 是不是就这个过程, 吧, 现在就会发现就是这个过程啊, 我们在这里面, 现在呢, 我们写的是这个类对应的管理类啊, 我们把这两个方法给它冲写了, 那么, 有了它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通过后台管理页面啊, 给大家看一下, 哎, 通过后台管理页面, 那么我们进入我们的后台管理页面啊, 就在这里面, 我去敲入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停了啊, 然后呢, 好, 启动, 启动完之后呢, 进入这个的命, 然后回上, 啊, 的命过来了, 那么现在呢, 登录这个页面啊, 的命, 然后呢, 写上一个啊, 密码, 登录, 哎, 这是不是过来了, 我们是不是注册的就是它对吧, 主要, 主页啊, 促烧活动, 这里面有两, 有两呢, 你看到它的顺序啊, 这个呢, 是一, 然后呢, 下面这个呢是, 零, 哎, 是二啊, 那么是二的话, 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 你注意在这里面显示的时候, 我在这边显示的时候, 是不是它在上, 它在下, 那我现在呢, 我把它俩调整一下啊, 我们说的是不是, index越小啊, 就在上面, 那么刚刚那一个是一, 我这里面呢, 下面这个呢是二, 那我就把它改一下啊, 我改的时候我就写一个零, 写完零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 我点击做一个保存, 好, 那么我们在保存之前呢, 注意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 salary这边, 它的这个 worker这边, 你注意现在是不是到它了, 对吧, 我往下拉一点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点击, 保存, 保存完之后, 看到, 哎, 是不是收了一个任务, 立马又完成了, 看到没有, 那么然后呢, 它这个今天页面又生成一遍,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再访问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图片, 有没有变化啊, 直接, 回车, 变没变, 对吧, 这个页面是不是就重新生成的, 对吧, 你只要你通过啊, 只要你通过后台管理页面, 你去改了这个数据, 你点击保存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调用, 它对应管理类里面的这个, save model, 这个save model呢, 我们先调用复类的, 实现一个数据的修改, 然后呢, 做一个附加的操作, 在这边去发出这个任务, 让我们的salary呢, 重新生成这个静态页面啊, 重新生成静态页面, OK, 那么删除的也是一样道理啊, 你把这个表面数据删掉了, 我呢, 先调用复类的把它删除, 然后呢, 我再发出一个任务, 也让我这个首页对应的静态页面的重新生成一次啊, 这里面就我们这两个方法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以这两个例, 这个类呢, 对应的表数据呢, 为例啊, 定义的一个它的管理器类, 但你发现, 我们首页是不是用的好多个表里面数据, 比如说它, 种类, 然后呢, 哎, 伦波, 对吧, 这个促销活动, 还有这个分类商品展示, 对不对, 那么这些你会发现, 你在这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类对应的管理类里面, 这两个方法都需要重新,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你就都一样, 但是代码是不是都一样, 那么怎么做呢, 可以呢, 使用我们的面向对象, 给它抽出来一个负类啊, 抽出来一个负类, 就直接在这边class, 然后呢, 写上一个叫做base model, admin, admin呢, 继承用我们的admin点model, admin, 好, 继承用它之后, 我在这边, 我把这两个方法呢, 把它拿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拿完之后, 那我这里面呢, 我在继承的时候, 我继承的就是这个base model, admin, 好, 继承之后, 我需要的是这两个方法进行重写, 那么它已经重写了, 我是不是直接pass就搞定了, 同样的道理啊, 那么这个goose type的话, 我们也可以定义它的一个管理类, 比如说我去定义一个class, 然后呢, 这个goose type, admin, 它呢, 继承于我们的这个, 也是base model admin,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类对应的表面数据改变的话, 今天页面是不是还要重新生成, 对吧, 这我也是写一个pass, 好, 同样的道理, 你像下面的这两个类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啊, 这里面的, goose model里面的这两个, index typegoose mana, 还有这个indexgoose mana, 这俩呢, 你是一样的做法, 把它呢, 导到我们的这里面, 好, 然后呢, 这个类呢, 我们也拿过来, 找到我们的indextypegoose mana, 也是拿到我们的名义里面, 好, 拿过来之后, 那么你在这边写的时候呢, 也是呢, 定义对应的这个东西吧, class, 然后呢, index typegoose, 那么继承我们的, base model, 好, 继承这后写一个pass, 好, 同样的还有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呢, 是我们的这个indexgoose mana, 所以在这边再来一个class, indexgoose mana, 那么继承我们的basemodel的命, 好, 在这边写上一个pass, 写上pass之后呢, 你在这边你注册这些类的时候, 你比如我们注册它, 你在下面呢, 好, 我们注册这个goose type的时候, 我要把它对应的这个管理类呢, 给它写上, 写的就是我们的goose type, admin, ok, 同样的道理, 在里面再写了两, admin.site.regest, 然后呢, 写上我们的indexgoose mana, 对应的管理类呢, 就是indexgoose mana, admin, 好, 下面还有一个, admin.site.regest, 写上一个indextypegoose mana, 对应的是indextypegoose mana, admin, 好, 这样的话, 你这样一旦注册完之后, 他写的这个, 是不是所有的管理类里面, 都有这两个方法, 对吧, 只要你通过后代管理页面, 只要管理员通过后代管理页面, 修改了我这任意一个类对应的表面数据, 我的静态页面都会呢, 去重新生成一遍啊, 重新生成一遍, 这里面呢, 就我们给大家说的时候, 当扣台管理员, 修改了首页信息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呢, 你需要呢, 重新生成这个静态页面啊, 像我们这边呢, 其实呢, 就后代管理员, 通过这个后代管理页面, 他去修改首页使用的表里面的数据, 或者呢, 是删除的时候, 调用对应的模型管理类, 它里面的save model或者delete model, 在这个delete model或者save model内部呢, 对他发出一个任务, 让salary这边呢, 重新把我们这个index呢, 重新生成一下啊, 最终呢, 我们通过访问NGX, 那么他给我们返回的这个页面呢, 就是一个新的页面啊, 就一个新的页面,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啊, 这一部分, 重新的生成我们的静态页面啊, 这一块, 还行使用这些东西。 你是我们是吗, 那是然后, 并且来给大家看啊, 给大家看啊, 其实还行使用这种画面, 对不对那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地上的幽态页面啊, 你还有这种画面啊,